大家好,我是Stan 许多深受喜爱且活跃的idol们 有时会因为不畏人知的健康问题而暂停活动 在演艺圈中,为什么特别是idol团体的成员更常发生健康问题呢? 2月1号,Listrapping所属的Soci Music宣布 成员互问且因发售等不良健康状况 已接受了详细检查和治疗 因此无法参加2号预定的KBS Music Bank的主持活动 而NChair的空缺将由同队成员允金来填补 他将以特别MC的身份出演Music Bank 不仅如此,女团邀在底的成员与其汉mini 在回归前夕也因发烧和头痛等症状宣布暂停活动 导致原定于29号的回归记者会也取消了 目前他们正在恢复健康以便继续预定的音乐节目形成 然后NCity成员Hed Chan最近也因高烧和身体不适暂停活动 所属公司SN娱乐表示 根据诊断结果,医疗团队给出建议 Hed Chan严重的扁条体验需要充分休息和稳定 从NCity到Mini与其汉Hed Chan 这些idol们因短期内健康恶化而暂停了行程 但有些idol却因长期健康问题而暂停活动 甚至因健康问题离开团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Plichus成员Kuyu自去年4月起因健康问题暂停活动 专注于治疗和休息 但他最终宣布退团了 所属公司表示 在休息期间与Kuyu经过深重投论后 决定结束Plichus的活动 并专注于恢复健康,未来将以6人体制进行活动 果如在2021年以Plichus成员出道后 未满3年就退团了 然后Shiny成员Unyu 从去年6月开始就暂停活动了 最终也无法参与了Shiny的团体活动 因健康问题暂停活动的Unyu 去年12月通过社交媒体传达了他的近况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活动计划 接着就是Twice的成员 也因颈椎键盘突出和恐慌症等健康问题 多次暂停了活动 目前成员已恢复健康 也将参与23号发行的新专辑活动 引起了粉丝们的期待 而对于IDOL们有关健康的这些现象 记者指出 IDOL成员度过漫长的练习生时期后出道 从音乐节目到综艺节目和演出舞台 几乎无法休息的忙碌活动 不论是顶级团体还是新人 他们都面临着紧凑的形成 因此IDOL成员抱怨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 并不少见 尤其是疫情之后 对于轻微的健康问题 也开始迅速响应的韩国音乐界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作用 除此之外 过去曾经经历过多次心理痛苦的IDOL们 现在开始更坦诚的成人患有苦慌症 也不再害怕寻求治疗 而大众们对于他们暂停活动以恢复健康 表示了积极的理解和支持 并期待他们健康回归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吃不好 睡眠不足 工作量又大 再加上恶评和私生的骚扰 日常生活充满压力 生命是难免的 IDOL们没有时间好好照顾自己 以前活动结束后 真的会有休息和消失于公中视野的空白期 但现在的IDOL即使在空白期间 也要拍摄团宗进行直播 如果不发个照片就会遭受批评 如果一周没有出现在付费服务上 就会引起骚动 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 这是系统性的问题 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过度复合 他们这么说 却要应付那么苛刻的日程 生病也是正常的 不过相较于以前强迫他们继续活动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让他们休息 并给予恢复的时间 这是一件幸运的事 但是也有人表示 关我什么事 他们赚那么多 难道不是一人就不会生病吗 相对于IDOL 工作人员的身体更为消耗 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健康状况更为严峻 但工作人员如果因生病而休息 可能就会直接被解雇 所以他们常常是含泪工作 IDOL至少处于可以休息的位置 一旦他们休息并放出公告 反而更容易被大众注意到 实际上不是只有IDOL生病的情况特别多 而是整个行业都非常艰苦 对于IDOL们的健康问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LACKPINK JENNY 长期代言的五个品牌 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